没想到树上流出的眼泪还可以吃 听说还能滋补美容养颜 先把它们浸泡6小时以上 挑出杂质 清洗干净 捞出 梨一个去皮 切成小块 清洗干净红枣去核备用 把桃椒 梨块 红枣倒入砂锅中 加入足量清水 大火煮开后改小火慢炖30分钟 煮至汤汁粘稠 倒入血液和冰糖 继续煮10分钟 出锅前撒上枸杞 满满的一锅胶原蛋白 喝上一碗爽滑清甜 家人们快试试吧